作詞・作曲 李宗盛 見到朋友每個人都去露營 我也想試一下 但沒理由第一次新手去 就貿貿然買一套露營的東西 怎好呢? 其實營具都可以借的 是嗎? 首先客人如果想租營具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我們的網站落單 我們收到這張單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準備營具給他們 準備好也將Whatsapp聯絡客人 確認已igos機份並約 квар手時間 逐量查清楚營具是沒問題的 用完後回來還東西 又是查好沒問題的 便將按金給她 carts� bag 會直接接觸到整體 所以會用在洗衣機üh類洗 而c improved set 手洗多一次,確保乾淨 再下一次租給另一個客人 混了水的消毒藥水 落一些布,然後將一些明顯的污漬抹去 了解租借流程之後 應該怎樣選擇適合自己的刑具呢? 不如問問老伯Denis 這一本就是最簡單最 basic 的蒙古包 其實它的結構由兩支骨架組成 其實它最重要是交叉骨架 然後只要你把裡面的扣扣起 整個拱起,然後再加多一層外漲 其實整個型已經設定了 這一個就是 basic 版的進化版 其實它就將外漲設計了做一個有前廳的型 或者你前面想有多些空位去擺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一款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另外一款就是金字塔型 其實金字塔型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它一定要落營釘之後才可以起得到 如果它不落營釘的話 基本上那支骨架就沒有一個食力位 而且它設定的時間也相對地會比較長 大概要多長時間? 如果這一隻熟手的話 可能都要十分鐘左右 熟手多十分鐘? 對 我還以為要整個小時 Denis 其實我們起了營之後 在裡面其實我們還要準備些什麼呢? 最主要是睡覺用的 就是地脊、睡袋和枕頭 最普通就是乳膠地脊 其實我們乳膠地脊都有分硬一點和淋身一點的 我們這一款特別設計的就是蛋殼地脊 可以保留空氣 如果你說冷的時候 其實它也有效地隔著地氣 就會令到睡覺的時候就會暖一點 它本身的質地也是比較硬一點的 變成如果你在石頭上睡覺的話 它這個就可以有效地去緩衝鋁住的感覺 另一款就是充氣地脊 它充起來之後 都有9cm厚的 V型的話 它最主要就是你打側睡覺的時候 它的空氣就會托得起你的人 你平睡的時候它會包著你 另外一款就是橫管 橫管最主要就是真的好像浮床一樣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你不用特別滑下去 我自己用就會用一張銀面的乳膠蓆 然後再加一張V2 其實現在好像我們有一些設計 它本身包裝袋已經有充氣袋 你看到下面的洞 其實人手充的話 你這樣已經可以泵出氣 噢是呀 其實如果你說這隻地脊的話 大概十袋都已經可以充滿了 充氣袋之外 還可以減電泵 不要看它小小的 充氣超級快 最主要就是按溫度和按它的物料 最主要現在就是兩款物料 一個就是棉 另一個就是乳膠 其實隧袋最主要就是 在冬天的時候就靠隧袋來保暖 在香港來說 其實有一些比較繁用的隧袋 好像這一隻這樣 基本上它舒適溫度15度 乳膠隧袋就是輕身一點 和保暖都會好一點 這一隻就可以去到約8度 兩個人用了雙人充氣地脊 很多情侶都會選擇雙人睡袋 睡覺又怎可以少了枕頭呢 Dennis說 充氣枕頭主要分有棉和沒有棉 有棉充氣枕的體積比較大 但盛在棉花膨脹的時候 可以做到自動充氣效果 沒有棉充氣枕就夠輕夠細 去到露室 我們要煮東西吃 其實我們最基本要有什麼設備 最重要是爐和鍋 然後就是濾濾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客人可能會去到 然後不記得帶濾濾 在露室 氣體爐的話 有兩款 一款就是用一些普通 街用式的邊爐氣 又或者另一款就是高山氣 看到爐頭都大不同 我沒有說爐具不可以大過多少尺寸 就不可以用哪一款 之前電視也有教過煲不要大過爐 但其實我們行山露營來說 其實都比較難 你看到現在其實它最主要的 煲腳位其實已經是很邁邊 如果你說再放一個大一點的煲上去 其實都比較危險 當然要配上桌椅 這張桌可以四五人用 由鋁面板和鋁桿燈光組成 Lennons說有其他輕鬆選擇 但這款就盛在夠穩陣 椅裏面都有分超輕量 和豪華舒適版 最基本上 我們這些超輕細摺椅 其實是約四百多克 而且它藏起來 也是非常小的 對 你看到它其實更小 和曲線差不多大 你和它扁 你很容易摺到背包 開也非常簡單 就這樣抹開 對齊的腳就已經可以坐 適合我這些完全不適合 一開始去 你說想走遠一點 好像去浪棋 不需要坐得太舒服 都可以選擇這些 你坐這張 其實就半腰位 都可以攤一點 對 捱一點 其實都可以承托到腰部 對,這一張完全靠進去的時候 甚至有枕頭位可以托到你 基本上 你甚至乎坐在上面睡覺都可以 即豪華版 下集會教大家如何撿露營背囊 Dennis還會分享Campings的Duce and Don'ts 記得留意啦